在加大能够见到我们的海头大法师 这个都是多生多世的福的姻缘 我个人对海头大法师很敬重 它包括高深的服务法 把它生活化 大众化 普遍化 只要你一念的善根 它就想办法 用各种各样的传较方便 来度换进入福门 非常随喜 赞叹尊敬 也报答我们达义大和尚 能够身在东方 且愿意到西方 来弘扬佛法 特别传承了三位老和尚 特别我们还在信空老和尚的一波 那么来北美推广佛法 更重要的 更把我们大称佛教的精髓 大致文殊之灵的大恨不邪宏大 大悲欢欣佛杀 大愿地藏皇后菩萨的精神 要在这边辛苦地 认重道理地 来弘扬四大菩萨 四大名山的精神 我们舞台山 现在在做 在这样一个花 做这个佛塔 做音乐也是不可思议 有一个位置 离不过来一个佛府 他到了我们加拿大舞台山以后 就高兴地不得了 然后他提出要求 他好像可不可以在这边 有这样一个塔 在这舞台山 我说好啊 我说我们这个舞台山 本来是这个想命远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塔 以后他生一个发泄心 他说我们能不能这样两座塔 我说要好啊 然后前几天就发扬 要这样八座塔 多了呀 有一个说法 一开始拜 拜九华山的地藏 学孝顺 再来呢 就要拜观音菩萨的慈悲 再来呢 要把孝顺慈悲 变成一种行动 拜和美山 大恨普贤菩萨 但是 究竟要圆满空性 悲心菩提心 当然会走路 台山的文殊菩萨的加持 文殊圣像 文殊圣像 照相功德 照相功德 八大佛塔 八大佛塔 不止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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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